转眼三年之后 罗燕没有丢弃对漫画的热爱 最终在老妈的照顾下 选择了公众号设计岗 虽然看似非常固定 日常三小时工作 五小时滑水 等到六点准时下班 可是这一成不变的生活 却让罗燕逐渐胆到迷茫 反而羡慕江小果的忙碌 羡慕他自从成为投资精英之后 经常往返于各个城市 出入不同的高档餐厅 可是罗燕并不知晓 江小果在外人看来风光无限 实则就是领导的小跟班 出差谈客户根本没有机会参与进去 主要负责点菜和买单 还要顾虑垫付的巨款 能否及时报销 江小果努力存钱买房 吃穿用度上都是各种节俭 所以才会羡慕段家宝的出身 永远不用为生计发愁 如今段家宝在深圳创办聚宝盆 经纪公司 实现大多数人都难以完成的事情 完全因为天生自带的好运气 以及有钱又宠爱的父母 然而段家宝也会有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 不管他如何担惊节律 照样还是要为公司艺人发愁 一系列鸡飞狗跳的事件 令他觉得精疲力尽 开始羡慕梁爽事业爱情双丰收 短短三年时间 梁爽披荆斩棘 乘风破浪 终于成为当红美妆主播 众人口中的爽姐 但是实际上 梁爽直播三年日夜颠倒 身体出现欲紧 也才爬到半山腰的位置 眼下面临着转型问题 很快又是罗燕的25岁生日 大家约定要在火锅店聚餐 这次也是信誓旦旦 绝不会出现缺席的情况 公司张总要给孩子办满月宴 同事们都主动认领职务 本来罗燕是负责开车接送人 怎知汽车出了问题送去维修 得知此事后 张总脸色变得难看 嘴上说着没关系 其实已经在心里犯嘀咕 月末查看工资条 发现张总给他故意寄吃的 半夜将小果拖着疲惫的身躯 回到合租房 正要准备煮些东西吃 没想到是由小和亲自给他下面条 如此举动让将小果倍感温暖 萌生出恋爱的想法 爽快答应对方的午餐邀约 怎知公司临时开会 将小果险些耽误了见面 幸好师父帮他打掩护 这才急急忙忙拿着快餐 跑到楼下大厅 结果小和之所以邀约将小果 其实是要跟他说明准备搬走的事情 此时另外一位女室友旁边走来 非常自然地挽着小和 正式宣布两人确立恋爱关系 将小果对此感到震惊不已 还要故作淡然地回到会议室 接下来都没有心思开会 全程闷闷不乱 由于近来美妆主播热度降低 蒋总希望梁爽可以尝试发展其他类型 接受全品宣传带火 梁爽对产品不熟悉 导致他在直播过程中闹出笑话 好在粉丝们非常包容 也因足够笑点吸引不少关注度 可为了防止再发生这种情况 梁爽回家刻苦复习产品 罗燕生日当天 梁爽需得参加培训课 只要在群里道歉说明情况 不能及时赶去生日会 怎知这条消息刚发出去 段家宝和江小果紧随其后 此时罗燕来到满月宴 依照张总的吩咐 独自开车去买五箱红酒 可在罗燕回去之时 张总打来电话催促斥责 导致他心乱如麻 不知不觉间走偏路线 其他人收到罗燕的求救短信 顾不得手里的事情 急急忙忙赶往满月宴 好在罗燕平安无事 张总嫌弃罗燕办事效力太慢 大庭广众之下将他骂得狗血淋头 并且没有归还所有垫付的钱 罗燕感到委屈 辞职的想法越发强烈 罗燕在角落里听到张总要把黑锅推给罗燕 立马带着姐妹们去出口恶气 在满月宴购买廉价酒水 所以张总遭到岳父责备 梁爽故意透露自己手里有存货 紧接让助理取来最贵的红酒 张总碍于面子 也只好是忍痛付款 罗燕在临走之时送上红包 还夹着一份辞职信 四人联手承挚张总之后 瞬间觉得神清气爽 坐在街边常以闲聊 感叹工作不易的同时 佩服罗燕敢于辞职的勇气 也正因今天开车路过海边 罗燕忽然意识到偶尔偏航的时刻 才是自己生命里最出彩的部分 所以才会毅然决然地选择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 准备出国留学 其他三人都能理解和支持 并且要给罗燕准备生日惊喜 梁爽开车带着大家 重游罗燕的小学 中学 到最后又去海边 感受着海风吹走疲惫的舒适 梁爽通过这件事情得到启发 决定要继续坚持自己热爱且擅长的领域 本来同事们都不太赞同 可是直到梁爽提一新的想法 计划要以口红盲盒来吸引热点 这才没有继续劝说 暂且先试试水 果然化妆品盲盒的关注度非常高 当天销售记录突破三个月以来的数据 梁爽让助理打印数据单子 直接前往梁总办公室 蒋兰州夸赞口红盲盒的创意很好 这个月的主播排名会上升到前四位 继续做下去应该还会有相当好的效果 但是梁爽主动补充几点要求 首先是在717狂欢节加大投流力度 其次是提高团队待遇 只不过现在竞争太过激烈 蒋兰州没有立马答应 表示如果他能达到目标 自己会答应这些条件 江小果收到人事部通知 发现艾伦居然申请辞职 如今高级投资经理的职位空缺 上司鼓励他要抓住机会 助理来接梁爽上班 并且给他安排接下来的行程 基本是没有时间休息 梁爽想到男友要参加庆功宴 总不能继续戴着老舅的手表 所以趁着工作之前 跑遍各个商场为他选购同款 梁爽在后台化妆准备直播 没想到然然突然宣布自己要离开公司 准备去竞争对手的公司 然然之所以会如此 全因梁爽的限制 令自己难以出头 如今然然果断提交辞职 同时带走团队里的两名职务 蒋兰州认为这种随时背叛朋友的人 不值得任何留恋和挽扬 考虑到徐盈会不惜一切手段来拉踩两手 所以蒋兰州派人准备好讲稿 须得先下手为强才能避免舆论风波 我现在肯定已经准备好了所有的公关稿 正在等着看然然跟你打雷呆呢 我们猜他可能会利用你们之间的不合来 做文章博眼球 而徐盈那边也势必会拉踩你 所以先下手为强 原本三人是要给罗燕送行 但是罗燕不愿面对离别 索性在临走之前去了大家工作的地方 留下合影纪念 同时也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 等到大家来到剧本沙殿 发现里面被布置成大学宿舍的模样 还有一封留给他们的信 以及精心准备的礼 大家带着罗燕的祝福和鼓励 重拾勇气回到各自职场 江小果则是主动约王姐去争桑马 并且向她说明自己会竞争经理的职位 蒋兰州命人重新调整公关稿 主要加强对于然然背叛的感情谴责 但是梁爽在直播时没有按照稿子内容去念 反而是以搭档的身份 由衷住院然然可以虔诚似锦 也正是因为凉爽的真诚和善良 直播间数据节节攀高 热度有增无减 而她未能让蒋兰州放过然然 承诺会在717直播间的成交金额达到双倍 江小果无法独自承担高昂的房租 所以在网上招募合租适用 怎知接下来几位合租对象都非常奇葩 只觉得身心俱疲 考虑到父母可能会遭遇变故 段家宝急忙订票回老家 邻近门之前都做好最坏的打算 没想到父母笑脸如常 老爹也给他准备好这个月的投资款 段家宝瞬间松了口气 紧接向好姐妹汇报家里一切都好 并且和江小果语音聊天 得知她明天要参加提报会 竞争经历未知成败在此一举 本来江小果还感激王姐愿意让自己来讲下半场 可是真到了这一天 王姐居然根本不给江小果说话的机会 独自讲完全不内容 江小果没有选择放弃 而是以自己多日来累积的功课进行补充 得到上司的赞赏 中午休息时 江小果接到老妈视频 得知高中同学奇送要从国外回来 已经决定入职栏和投资 以后二人就会是同事关系 江小果因为今天感受到王姐的利用 心里很不适滋味 下班后来到汉真馆 正巧遇到王姐和她的女儿 昔日师徒关系不复存在 相处起来无比尴尬 王姐找了借口带着女儿先离开 江小果为新租客介绍房子 甚至在背后议论起房东 怎知来人居然是房东女儿丁一轩 因为丁一轩在附近的宠物医院工作 所以为能上下班方便 决定要租下其中一间卧室 并且愿意承担更多的房租 江小果爽快同意 你到底是谁啊 我是来抗房的呀 我是房东的女儿 我不是来找你麻烦的 我想租下这个卧室 我要把我工作的宠物医院换了地址 离这比较近 就在我们小区门口 我走路只要五分钟 这不是上下班也比较方便吗 你刚刚不是说我妈很难搞吗 这样 以后有任何问题 我来 保证搞定 就当给你捡房租了 怎么样 当晚将小果和梁爽迎接从老家回来的段家宝 本来还准备许多安慰的话语 没想到段家宝居然如此坚强 能够充分意识到自己正处于成长阶段 有时候看似磨难未尝不是宝贵的经验 此时罗燕发来视频通话 大家注意到他身后有男生 纷纷燃起八卦之心 罗燕的娇羞状也正是他在国外谈了恋爱 第二天将小果去公司 意外发现楼下大厅的起送 由于齐宋丢失手机 无法证明自己的员工身份 所以将小果出面帮忙解围 老板将齐宋介绍给同事们认识 王姐刻意接近是好齐宋 主动邀请他一起吃午饭 但是齐宋委婉拒绝 又公开自己和江小果的同学关系 江小果表面故作淡定 心里很是高兴 带着齐宋去熟悉公司环境 毫无保留的传授经验 与此同时 段家宝入住江小果家里 并且遇见了丁一轩 虽然是第一次见面 不过相处还算愉快 丁一轩比较好干净 厨艺也非常不错 瞬间取得段家宝的好感 反倒是段家宝随手丢垃圾的习惯 导致丁一轩对他初次印象较差 梁爽看到赵优秀收拾好行李箱 以为他是要去外地出差 询问后才知赵父生病需要做手术 正当梁爽埋怨赵优秀没有告知自己的时候 工作电话接二连三打来了 赵优秀无奈表示梁爽工作太忙 自己总是找不到机会开口 事实证明梁爽忙起来太容易忽略别人感受 而他并非是不通情理 也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 于是决定要跟着赵优秀回去探望 可惜蒋兰周并未批准请假 只因明天要跟王总签约合同 倘若当真错过这次 恐怕很难再有合作的机会 蒋兰周拿出手机短信 内容是徐莹已经知晓梁爽要和王总合作 准备不择手段拿下篮品牌 看着梁爽迟疑纠结 蒋兰周建议他后天去医院 正好还可以照顾赵父 梁爽清楚徐莹的为人 也只好接受这样的安排 今早段家宝随手将垃圾丢进马桶 导致马桶堵塞 已经令丁一轩有些不满 下班回家有看到他只顾着 从冰箱拿饮料 从来没想过买些回来 自然是加深坏印象 江小果还在加班 依旧是处处照顾齐送这个心愿 让他完完全全熟悉公司运作 封宠物医院里 秦医生给丁一轩介绍了不少相亲对象 但是丁一轩都没有交往的想法 幸好院长出面警卫 院长宣布近期会有一位诸医生来医院 要求丁一轩格外布置下办公室 并且换上百页窗 丁一轩联想到网友让自己写现眼小说 决定从身边开始取材 起名为霸道院长翘医生 照复手术当天 梁爽考虑再三还是赶得过来 因为他觉得就算工作重要 也不如男友赵优秀 反观蒋兰周为此生气不已 但也顶多是发发牢骚 殷赏主动向段家宝提出解约 表示自己要去新电影担任男主 段家宝认为他是看到公司没发展才会离开 然而殷赏并不想做出任何解释 指责他从不看清现实 只会白日做梦 丁一轩和网友讨论了新书的内容 然而网友否定女主的角色 不理解他有何优点值得院长喜欢 所以丁一轩还要重新构私人寿 当晚回到家 丁一轩发现猫咪狗哥跑出门 本就对段家宝非常不满 此刻更是一股脑的发泄情绪 正巧狗哥碰掉装着石头的玻璃瓶 也是罗燕出国前送给他们的礼物 段家宝看着罗燕留给自己的鼓励字条 多日来承受的压力 最终化为泪手 江小果听到段家宝的哭声 一怒之下和丁一轩吵了起来 三人不欢而散 知道这东西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吗 你看他都哭成什么样了 能管管你的猫吗 那你能管管你同学吗 吃完东西不收 那个马桶堵了也不通 只知道拿冰箱的饮料 挂拿也不知道放 现在你会自己长饮料吗 我每天跟在他屁股后面 捡这个收拾那个 我还要给他放饮料 我又不是他保姆 谁说在哪儿了 你拿了吗 我又拿了 你说猫呢 是什么饮料 昨晚三人吵过后 都在反思自己的问题 又不知该如何面对彼此 因此上班时都是避开对方 丁一轩要以院长作为原型 来构思男主 唯独纠结女主的人选 直到院长提及朱医生 言语之中带着丑蜜 明眼人都能看出关系匪浅 尤其是朱医生在院长的描述下 活生生的女主角形象 优点可谓是数之不尽 丁一轩利马来的灵感 以此作为题材创作小说 在新的一轮会议里 将小果和齐宋的创意相同 却也有着不同的观点 王姐发挥依旧稳定 三人都得到老板的好评 如今赵副手术顺利 梁爽陪着赵优秀坐车回深圳 联想自己之前太过忙于工作 忽略了男友的感受 于是制定了恋爱被忘录 约定每周至少见面三次 维系感情等内容 反而让赵优秀非常纠结 不知如何开口提及 关于外出拍摄的事情 江小果意识到齐宋 才是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 瞬间感觉到压力 这段时间在公司里做组准备工作 齐宋主动邀请江小果吃饭 然而江小果表面是接受 实则是虚晃一枪 紧接又回到公司继续加班 梁爽得知蒋兰州已经签下蓝品牌 极其难得的跟他说好话 并且保证会完成目标交易额度 反观赵优秀回到家 看着满墙的摄影作品 刺激老板对自己的劝告 但对女友梁爽却是割舍不下的牵挂 段家宝因为阴赏的离开 每天是忙得焦头烂糊 忍不住向江小果抱怨 正当说话间 丁一轩下班回家 段家宝和江小果急忙躲进房间 思来想去还是决定主动跟对方道歉 丁一轩看着冰箱上的字条 也意识到自己之前太过冲动 尤其得知段家宝的遭遇 瞬间解除对于她的误会 三人关系有了很大改变 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 小房东 你看那个合作手则上有什么需要加的 尽管提 比如说什么十点半必须关灯啊 得小点事啊 都可以 没有了没有了 我晚上也会马自写小说呢 能不能不叫我小房东啊 我觉得怪身份的 要不就叫我小丁或者一轩吧 好的一些 丁一轩专门给段家宝和江小果准备了早餐 看着他们就算吃东西都不忘工作 不禁感慨至长女性的魅力 江小果未能去给段家宝捧场 以外出找灵胆为由 向老板请假一天 还带来行业内的罗总 虽然梁爽不能来观看表演 但还是通过自己的宣传 吸引了许多观众去现场 江小果临时受任主持人 段家宝安慰艺人们的紧张情绪 给大家加油补气 没想到音赏突然出来 所以音赏决定过来帮忙 演出过程非常顺利 看到最后的压轴节目 音赏临时改了台词 将自己的心理化通过舞台剧行事 便向传达给段家宝 段家宝和江小果回到家 发现丁一轩已经买好同款的玻璃瓶作为补偿 还留下道歉的卡片 瞬间觉得丁一轩还是比较不错 本来今天是朱医生来报到的日子 奈何外面下着大雨 丁一轩准备先回家 结果意外得知院长口中的朱周辰 居然是个男人 至于为何朱周辰为何在漫画里 会留着马尾发 原来之前要续发捐给化疗儿童 也足以说明他心地善良 可即便如此 面对女主忽然变成男人的事实 丁一轩有些难以接受 急忙发消息告知网友 院长 朱医生之前漫画里 不是扎马尾的吗 啊 他之前留长发呀 是为了捐给化疗儿童 后来捡了 由于梁爽这些天 要在公司里忙着直播的准备工作 所以赵优秀主动来找梁爽 随身的行李箱代表着他已经做出选择 梁爽以为赵优秀顶多是出差几天 可是赵优秀不确定具体时间 因此正是向梁爽提出分手 以往每年梁爽事业上升期的关键点 赵优秀都会亲自送来惊喜或者祝福 然而今日他竟主动提及分手 起初梁爽还未反应过来 紧接着意识到自己工作太忙 才会造成这种结果 并保证会在717结束后补偿对方 尽管赵优秀很爱梁爽 也非常珍惜彼此的感情 可是他明白未来所要面临的现实问题 是任何人都难以承受的 自从毕业之后 两个人的距离是越来越远 赵优秀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 完全是经过深思熟虑 他知道自己和梁爽也不再是同步 也没有必要为彼此做出改变和牺牲 看着赵优秀决然地拉着行李起 梁爽急忙追了过去 仅仅是一面电梯门的距离 仿佛相隔着千山万石 在电梯门即将关闭时 梁爽忍不住问下开关 如此反反复复 直到同事过来通知梁爽准备直播 这句话彻底将谨慎的希望破练 待电梯门关闭那一刻 赵优秀和梁爽都拿不同 江小果和段家宝收到赵优秀的短信 一边精心准备回复 一边充当梁爽树的 可惜失恋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 江小果和段家宝结伴上班时 互相聊起自己不太顺心的事情 江小果考虑要多下功夫 争取超过其送 段家宝私来想去 决定解散公司 没必要让一人拿着一丁点工资 还要陪着自己继续白日做梦 段家宝聚集了所有人 当场宣布这个消息 我想了很久 我决定 我决定要关闭公司了 梁爽一大清早来到公司 完全没有昨晚失态的样子 蒋兰周为此敬佩不已 赞赏她这种公司分明的态度 然而在717狂欢节第一天 当晚成交额距离目标略差 梁爽自愿多直播几个小时 上午也尽量参与拍摄 由于蓝品牌新出面模式主打甜蜜约会 所以王总希望梁爽带着赵优秀出镜 如此能够为这款面模做出宣传力度 然而大家都知道梁爽正处于失恋 蒋兰周让同事们先去休息10分钟 等所有人离开后 才建议梁爽可以将约会面模改为失恋面模 相信以这种噱头作为卖点 肯定会销量大宝 但是梁爽果断拒绝 表示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增加销量 江小果陪着老板去打羽毛球 并且和他交流新准备的项目 怎知老板告诉他 他和齐宋撞了项目 之前齐宋已经跟自己聊过这件事 也正因如此 江小果感到不安 急忙回公司找齐宋质问 结果两人互相斗嘴 齐宋坦坦荡荡 还主动把自己的项目给江小果展示 起初江小果以为齐宋是为讨好老板 故意每天大包小卷的装着健身器材去练习 没想到包里居然是维修工具 齐宋带着江小果去欣赏自己正在改装的房车 阐述着未来出游的计划 江小果也带他去了样板房里 希望能够有朝一日在深圳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 当晚直播间继续推广蓝品牌产品 蒋兰洲也为王总介绍了他们精心布置的场地 原本一切都很顺利 然而负责上连接的同事小张心不在焉 以至于发错优惠券 导致品牌方损失巨大 蒋兰洲诚恳道歉 表示他们会承担今天的所有损失 并且将影响降到最低 正是因为小张的失误 导致直播间为此损失 梁爽生气不已 便让他和高齐暂时离开团队 本来梁爽以为蒋兰洲会对自己大伙 毕竟他的团队从来没有犯过这种低级错误 但是蒋兰洲觉得最大的胜利不在眼前 而是在于后面的成绩 为了不辜负蒋兰洲的信任 最终决定要将直播地点改在家里 只因梁爽和房东商量过 最后一件产品就是卖掉自己租的房子 蒋兰洲为此很是感慨 认为失恋果然会让人变得清醒 丁一轩再次准备丰盛的早餐 江小果和段家宝很是感慨 第一次在出租房里体会到家的感觉 随着江小果和段家宝陆续出门上班 丁一轩开始拿起笔记本重新构思女主人设 幻想以段家宝 江小果二人为原型 如何展开小说内容 但是江小果是事业心极强的女生 段家宝又没有主见 所以丁一轩思来想去 还是觉得不合适 江小果通过人脉关系 打听到红托的安妮去见密林创始人 也就意味着有人要比他们更想得到这个项目 于是便将其送教到休息室 两个人共同商量对策 因为安妮是从蓝盒出来的人 所以非常了解蓝盒的打法 江小果和其送产生意见分歧 最终合并完整的方案 段家宝回到聚宝盆收拾东西 看着之前大家一起拍摄的视频 心里五味杂陈 她将公司的东西都卖掉后 也只拿到250多块 还不够买一瓶威士忌 无奈之下换成几瓶廉价的白酒 江小果和梁爽都收到段家宝发的消息 立马放下手头的事情打过去 丁一轩率先回到家 看着脏乱的客厅 以及靠在沙发上醉熏熏的段家宝 急忙上去关心问学 没想到段家宝将她当成江小果 哭诉着自己公司破产的事情 此时梁爽和江小果陆续赶到 然而段家宝已经醉得认不清人 丁一轩只好亲自去调醒酒汤 到了第二天早上 段家宝回想起昨晚的事情 瞬间觉得有点羞愧 两人调侃她昨晚的样子 当聊到晚上梁爽直播的事情 段家宝让丁一轩跟他们一起去 可以亲眼看看梁爽的直播现场 717活动当晚 直播间效果非常火爆 梁爽向观众们展示自己生活 推荐了一系列的护肤品以及运动器材 包括平时吃的营养补品和健康餐 轮到最后一件商品时 梁爽介绍起自己的房子 没想到竟被秒拍 此时蒋兰洲突然出现 提醒梁爽看手机 原来是她之前联系了小区房产商 决定要在这次直播过程里推荐新楼盘 直播结束后 交易额度超长完成 同事们都为此庆祝 梁爽在合影时轻声提醒蒋兰洲 表示自己答应的事情肯定会做到 不会辜负任何人的信任 然而即便是直播大获成功 梁爽依然开心不起来 没有参加庆功宴便独自回家 看着空落落的房间 以及照优秀给自己拍摄的照片 梁爽联想到彼此之间的甜蜜时光 心里很不是滋味 江小果等人赶来时 发现梁爽在卫生间里哭着寻找洗脸巾 也在这一刻明白 他终究还是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你练进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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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练进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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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练进肥了 大家安抚好凉爽情绪 帮着收拾完家里的卫生 便结伴离开 丁一轩感慨梁爽简直是优秀女主人士 可惜没有早点认识他们 段家宝接到父亲的电话 安慰他不用顾忌自己的公司 以后还会东山再起 段家宝选好合适的西装后 来到了一家传媒公司 他这次面试的是商务岗位 在等待面试的过程中 看见一名领导正在训斥下属 还以加班通宵的同事为例子 让他们好好努力 这个画面让段家宝十分震惊 他没有想到如今公司竟然这么卷 结果面试的时候 刚刚还在吐槽不想天天加班的几个人 居然声称自己不怕辛苦 最大的特点就是熬夜 段家宝觉得十分可怕 便草草应付了面试官几句就离开了 他想找的是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而不是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 王姐急着去幼儿园接孩子 连忙结束了手头的工作离开了 江小果觉得自己报告还差一点东西 齐宋仔细查看一番后 很快就点出了一点 也恰巧是符合报告的一点 江小果夸赞他想法不错 而齐宋倒是觉得还差一点 但就是想不出是什么 齐宋想来到自己房车放松一下思维 所以也带江小果来了 江小果对于密林的方案十分苦恼 齐宋见状拿起笔在玻璃上画了一个小人 用来安慰他 江小果则是觉得下雨让人心情更不好了 就算有小人也笑不起来 齐宋听见后便在小人上画了一把雨伞 称只要称把伞就淋不着雨了 江小果则是觉得伞没有什么用 还不如买个房子老老实实还房贷 齐宋听见后便开始反驳 两人又开始争论了起来 结果说着说着想到了密林缺什么 两人居然神同步地说出了知识产权 梁爽正在床上躺着 突然听见手机铃声 拿起一看是奶奶的视频电话 奶奶见梁爽脸色不太好 便关心了他一番 还问起了赵优秀的事情 梁爽不想将两人分手的事情那么快告诉家人 于是谎称自己有点事情 连忙挂断了电话 随后 梁爽发消息给助理 让他把这三天的工作安排发给自己 助理告知梁爽这三天他已经请假 所以就没有安排直播 梁爽晃神了一会 听见了门铃声 打开门一看是蒋兰洲 他是来商量生日会上代合作品牌的 梁爽一边翻看名单 一边询问蒋兰洲有哪些是正在接洽的品牌 蒋兰洲听到后声称昨晚的直播反响特别大 只要梁爽想要什么品牌合作 自己可以谈过来 随后 蒋兰洲带着梁爽来到公司天台 他决定将他的生日举办在此地 而且他已经提前叫人开始布置 蒋兰洲知道梁爽25岁生日会的重要 而且如今的梁爽已经成为了最厉害的主播 所以他已经计划为梁爽成立个人品牌 梁爽听到后仿佛回到了两人出见面的那天 那个时候的蒋兰洲还在到处挖重量主播 回去的时候无意看见了梁爽 于是两人便熟悉了起来 回忆结束后 梁爽感慨自己居然情场失忆 商场得意了 我这可能就是情场失忆 职场得意吧 所以你听好了啊 今年生日会我要很多很多花 这儿那儿摆满那一周 然后最重要的是 给我请一个男明星来 来我直播间 我要让我前来我看看 没有他我现在过得也可以很好 我给你找十个 好 江小果与齐宋默契十足 将密林的方案叙述得十分完整 他们以为对方会满意这个方案 可对方还是拒绝了 只表示可以保持联系 齐宋见江小果心情低落 便开始鼓励他要坚持下去 然后提到了交谈会上的林小森 两人又默契地想到一起 两人决定先找到林小森的版权方 只要搞定了林小森 那自然会搞定密林 忽然凉爽的电话打了过来 江小果接完电话 表示自己有点事情 所以不能与齐宋一起去 齐宋倒是觉得没什么 还信誓旦旦地表示 在24小时内找到林小森 经过齐宋详细调查后 意外发现生烟海鲜老板娘 就是林小森的原型 也是大森总的前女友 两个人交往多年 尽管已经分手 可大森总对老板娘念念不忘 然而江小果偏要迎难而上 带着齐宋去生烟海鲜店 向对方说明情况 当天晚上 江小果和齐宋 依照范总提供的地址 来到大森总经常去的地方 紧接着洋装偶遇 故意提及老板娘 大森总有些惊讶 索性聊起自己 和前女友的感情经历 可纵然如此 还是没有接受他们的方案 但是在江小果的软磨硬泡下 大森总还是去了海鲜店 怎知多年后重逢 已经是务实人非 老板娘早已结婚嫁人 包括这家海鲜店 都是她和丈夫共同投资 大森总听到前女友结婚的消息 心里很不是滋味 不过也已经有所释怀 江小果和齐宋坐在不远处 探讨着这段感情之中 到底谁才是付出最多的人 意见发生分歧 也正是因为将小果和齐宋 弥补大森总的遗憾 继而争取到与密林合作的机会 她给我看她老公照片了 小眼睛 单眼皮 我挺像她 先走了 我们不是看过老板娘老公的照片吗 长得也不像呀 你没听出来吗 她的意思是 老板娘找了一个她的替身 从此无碍的人都是你 这不扯呢吗 大森总可能确实是个 有点自负的人吧 这种人呢在工作上很适合当领导 但感情当中 可能她还是挺自卑的 要不然 也不敢承认自己输了 反观段家宝来到新河淡上班 结识商务部老大李浩宇 并且了解到商务部主要负责的业务 分别是给公司短视频账号进行推广 其次是执行和甲方的对接工作 李浩宇还为段家宝介绍了商务部女强人马美丽 本来对方的成绩并不好 可最近签下一个大单 完全超出绩效指标 成为大家恭维的对象 当段家宝透露自己也要开单时 李浩宇立马态度大转变 恭恭敬敬地称她为保姐 又向同事们介绍了段家宝 结果听见是泡脚棚的单子 瞬间有些失望 因为通过密林项目的最后一步 齐宋提出今天早点下班 出去放松下 并且还建议姜小果要懂得在生活和工作之间保持平衡 该工作的时候要好好工作 到了休息的时候就不要再折磨自己 若是偶尔滑水翘课 还能收获双倍的快乐 为了能让姜小果相信这套理论 齐宋表示这是著名的心理学家沃兹基硕德的理论 没想到姜小果信以为真 当晚姜小果破天荒地下厨给大家做饭 梁爽认为姜小果继续当个职业女性也挺好 不一定非要转型 但是姜小果重述其送的话 觉得非常有哲理 然而此话一出 梁爽和段家宝都发现所谓的沃兹基硕德 居然是河南方言 也就是我自己说的 段家宝收到父亲发来的关心短信 于是便报喜不报忧 梁爽等人感慨段家宝变得成熟懂事 随后梁爽提及自己周末生日 也是个人品牌发布会 所以邀请姜小果他们参加 说不定能结交人迈开单子 密林项目又有新变化 意味着将小果和其送的努力打水漂 还要重新做投后增值服务方案 段家宝主动去找杨总谈合作 然而杨总表示流程申请需要时间 所以也就得晚几天才能签订合同 大家都在紧锣密鼓的布置场地 准备周末的品牌发布会 怎知小张突然出车祸 小张女友找到公司大吵大闹 要求梁爽赔偿所有医药费 以及公开道歉 针对于上次优惠券的事情 梁爽认为自己没有做错 扬言会逐意回应小张女友的控诉 绝对不会妥协 关于在道歉这件事上 梁爽是寸步不让 表示自己从头到尾都没有做错 然而许多事情并非只有对错之论 蒋兰洲更关注接下来 会产生的舆论效果 尽管梁爽感到委屈 可还是独自来到医院 怎知小张女友依旧是得理不饶人 正当二人争执之时 小张女友不慎将订婚戒指 遗落在下水道里 梁爽拨通维修工作的电话 在等待工人过来期间 通过小张女友得知小张为人品行 以及背地里给公司做了许多事情 也正因如此 梁爽意识到自己根本不够关心团队里的伙伴 于是不顾受伤帮忙捡回戒指 为此去病房里探望昏迷的小张 并且和小张女友达成和解 蒋兰洲看到这一幕 自然很是欣慰 当晚带着梁爽去路边吃宵夜 互相推心致富地交谈 幸好小张脱离危险期 这件事情也圆满解决 齐宋因为感冒的缘故 想着早点下班回去休息 但是江小果完全不在乎她的身体健康 反而要求应该继续加班敢进度 争取明早例回就能通过 最终齐宋尝试沟通无果 直接拎起包就走 江小果见状也堵气下班 来到附近电力店给丁一轩和段家宝打电话 奈何两人都没有空陪自己 也只好又回公司加班 到了第二天早上 王姐凭借着1.3亿拿下10%的股份 完全超出大家的预期 从而得到老板夸赞 江小果既羡慕又焦急 开始担心其密林的项目 齐宋认为应该提高估值 结果两人再次产生分歧 江小果引用克里斯的话 并且觉得只要是看准的项目就要全力以赴 甚至是不惜一切 如今网上凭空流传一段来历不明的录音 正是经过恶意剪辑梁爽吵架的内容 令他深陷于艰难的处境 梁爽看到网上的舆论 立马跑去蒋兰州的办公室 表示会在生日当天道歉 慢慢弥补对于公司的损失 也可以体现在分成比例上 然而这次风波给公司造成极大损失 蒋兰州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如果不是梁爽说话冒失 也就不会让公司退货量达到65%以上 因此决定要和他解约 梁爽抗议此事对自己不公平 明明还可以有挽回的余地 正巧新人主播莉莉雅从对面走来 瞬间想到之前对方抄袭自己作品的事情 也明白她是蒋兰州准备取代自己的人选 看着蒋兰州严选发布会灯光牌 都换上莉莉雅的照片 梁爽难掩内心失落 可当她回到家时 发现赵优秀早已在家里等着自己 赵优秀上前抱住梁爽 让她感受到久违的安全感 次日清早 赵优秀出门买早餐 顺便给段家宝等人打去电话 约定今天要给梁爽过个开心的生日 段家宝继续去跟杨总商谈合作事宜 奈何公司的老胡董意见不一 大多数是不支持这次的方案 但是杨总还很看好段家宝 建议她将音商找来参与拍摄 肯定会增加过审的成功率 杨总看到对于梁爽不友好的新闻 尽管小张已经醒来 小张女友也在网上澄清误会 可大家还觉得梁爽收买小张女友 舆论已经走向网告趋势 段家宝为维护梁爽和杨总争执起来 之后又有些懊悔 毕竟自己连蛋糕都买不起 还非要逞强得罪客户 这件事情让她在囊中羞涩之余 也逐渐看清现实 段家宝联想到家里的近况 也觉得自己不该冲动 所以便去剧组找音赏谈合作 然而在查看剧组演员名单时 意外发现音赏居然扮演路人假麻子 至于所谓的男二号角色 暂且可以称之为善意的谎言 殷赏看着段家宝扭扭捏捏的样子 故意端着架子调侃段家宝通过这段时间 应该明白破产前和破产后的区别 由于剧组要开拍戏份 殷赏让段家宝在原地等自己 表示不会像王总需要等四个小时 梁爽从沙发上醒来 发现四周没有人 以为昨晚是产生幻觉 忐忑不安地查看了各个房间 正巧赵优秀拎着早餐从门外进来 梁爽瞬间松了口气 又回到从前温馨的相处温围 不过考虑到梁爽心情依然很差 所以赵优秀故意谎称公司要求拍摄城市笑脸 以此为借口带着梁爽外出彩景散心 在赵优秀的陪伴下 梁爽的情绪逐渐平复 一整天走下来 基本是逛遍了城市周围 拍摄广场五大妈 婴儿车里的婴儿 甜蜜晒太阳的情侣 以及刚下班的服务员和刚下课的学生 梁爽看到地面的树叶像是笑脸 便让赵优秀过来拍摄 怎知赵优秀居然对准梁爽 认为这才是最美的笑脸 段佳宝卫给梁爽过生日 决定要亲自做生日蛋糕 奈何筹备的东西不弃全 幸好在丁一轩的帮助下 才不至于手忙脚乱 同样段佳宝感谢丁一轩 邀请他晚上去参加生日会 而在另一边 梁爽接到奶奶的电话 得知他和老爸都已从外地赶来 于是急忙回家收拾一下 大家寒暄问暖后 将小果给梁爽订购的白色马蹄脸也送上来 梁爽想到了生日会的装饰 内心是百感交集 反观兰州为莉莉亚举办欢迎会之余 又向媒体公开莉莉亚成为他们的首位代言人 以后也将会是头部主播 公关部认为趁着莉莉亚势头阵望 应该由兰州对外宣布和梁爽切断关系 尽可能散播不利于梁爽的言乐 以保住公司声誉 但是蒋兰州没有同意 并且觉得梁爽之所以离开 也顶多是因为说话不经大脑 而绝非业绩不佳 至于公关团队的表现 蒋兰州是非常不满意 警告负责人别想着去恶意中伤梁爽 原本蒋兰州给梁爽准备小刺猬的生日礼物 代表着梁爽在她心里就像是刺猬 可惜这次没能成功送出去 也只好先自己留着 段家宝好奇赵优秀为何突然回来 赵优秀坦言自己看了网上的录音 所以只想回来陪着梁爽 因为任何事情都没有她重要 随着话音刚落 奶奶喊大家吃饭 并且在饭桌上向所有人表达了感谢 感谢他们这么多年陪在梁爽身边 如果未来遇到任何难过的事情 都不要自己抗着 因为背后还有家人在默默关心 今晚的生日会其乐融融 丁一轩也从梁爽和赵优秀的爱情里 寻到了灵感 熬夜更新好几张 段家宝感慨要是自己也能马自赚钱 肯定很高兴 可是仔细一想 今天还有重重困难没有解决 来到公司又发现两周没开单的新人已经辞职 瞬间压力被增 段家宝在上班路上遇到中介小陈 也因对方而受到鼓舞 于是决定去剧组找殷胜 并且以龙套角色混了进去 经过一番的讨价还价 殷赏答应接下广告 同时叮嘱他不要以为自己可怜就能得到帮助 应该让别人看到自己的价值 如此才能资源互换 过完生日之后 奶奶和梁父也准备回去 临走前未能给父女俩单独谈话的空间 奶奶让赵优秀先送自己下楼 梁父将一本存折交给梁爽 里面是留给女儿的嫁妆 当年的小姑娘已经长大成人 该有属于自己的家庭 目送奶奶和梁父离开 梁爽感慨万千 总觉得心里有些空落落 赵优秀还想顾忌重施 要带梁爽出去拍摄城市笑脸 但是已被梁爽识破 知道她是想让自己开心点 踢去海边吹吹风 随着泡脚筒短视频广告拍摄的完成 杨总对段家宝的创意大为夸赞 而段家宝也是结合当下年轻人的身体以及喜好 构思了这个有趣的情节 既能达到宣传泡脚筒的效果 还可以让年轻人们喜欢泡脚 短短的一段时间里 段家宝发生如此改变 欣赏很是欣慰 也因这个视频的缘故签订了双方合同 段家宝喜不胜收 当晚段家宝往家走 再次遇到之前打鸡鞋的小张 只不过此时他垂头丧气 不自坐在台阶上吃着面包 段家宝递给小张一根冰棍 和他分享开单的喜悦 顺便鼓励他要坚持下去 临走时大喊口号 小张文言露出久违的笑容 赵优秀和梁爽坐在沙滩上 聊起两人初次见面 到后来又拿出收集城市笑脸的照片 梁爽感慨果然还是笑起来最好看 忍不住憧憬如果和赵优秀结婚 该会是怎样的场景 赵优秀幻想要在梁爽上南极度蜜月 每天要给他拍摄好多好看的照片 或许等梁爽看完照片 又突然来了兴致要去北极 但是梁爽立马否认 而是更看重自己的衣帽间 要努力赚钱买更大的房子 赵优秀认为梁爽不应该太拼命 应该多想想未来 可是提及未来免不了柴米油盐的争吵 包括可能出现的七年之痒 其实说到底 还是两个人根本不合适 仿佛像是归兔赛跑 一个要冲刺终点 一个则是不慌不忙 既然已经是不同步 也就没有共同走下去的可望 也正因如此 经过一整晚的考虑 梁爽选择与赵优秀和平分手 次日亲自送他去机场 互相道了珍重 如今医院里都在传闻丁一轩喜欢朱周辰 所以接下来的几天里 每次丁一轩对朱周辰有任何关心 在大家眼里都是暧昧至极 院长和朱周辰的学姐突然来探店 准备拍摄视频作为宣传 丁一轩建议采用朱周辰当男主角 而他也在院长的要求下 负责协助学姐拍摄 江小果为了密林的项目 费尽千辛万苦才坐上三轮车来到里寄果园 结果发现果园农主早已等在门口 交谈后才知有人比他先到里面 正当江小果感到疑惑不解 只见齐宋从车里钻出脑袋向他打了招呼 瞬间震惊不已 正是这次相遇 才让江小果知道为何迟迟联系不上齐宋 原来是齐宋独自来果园调研 意外丢失手机 以至于二人失去了联系 齐宋向江小果汇报的情况 同时介绍车队的刘哥等 至于接下来的运货损耗成为关键问题 江小果在副驾驶上昏昏欲睡 齐宋故意将他下行 随后八卦他喜欢前老板 其实这在江小果心里 属于最不愿提及的秘密 怎知齐宋对江小果非常了解 足以细数他暗恋老师的往事 江小果恍然大悟 认为是齐宋吃醋 没想到齐宋急忙反驳 还让他登陆微信查看前女友的长相 齐宋认为分工明确 彼此才能完整展现出各自的长处 至于加班也并非是 鉴定一个人专不专业的标准 江小果觉得有些道理 主动向齐宋道歉 齐宋记录梅子的前后称重数据 分析密林出现损耗的地方 一定不是在加工上 而是出现在运输上 此时江小果也想到之前的一家运输公司 正巧是运输冷藏方面的东西 如此也就能顺利解决 关于密林在运输方面的问题 齐宋和江小果不谋而合 决定找个地方仔细修改方案 因为丁一轩对朱周成的热情 都被大家看在眼里 猜忌也随之越来越多 就连院长都认定丁一轩喜欢朱周成 所以院长约朱周成钓鱼 询问他的真实想法 朱周成不可置疯 结果回到医院发现丁一轩热情迎接自己 逐渐察觉到不对劲 本来丁一轩是想通过朱周成了解到 关于学姐的喜好 打算将这个人加入到小说里 没想到引起朱周成的误会 当丁一轩得知大家的想法 吓得他急忙起身撤退 就是他们说 你喜欢我 怎么可能 朱医生 是不是我刚刚问太多问题 你误会了呀 谁说我喜欢你 我喜欢仙人长 喜欢猕猴桃 我喜欢朱也不会喜欢你啊 这就没必要了 不是 小丁你是还有工作没有忙完吧 嗯 由于上次的事情给梁爽造成很大影响 工作迟迟没有下落 每天都是无所事事的发呆 或者是去阳台吹风 久违的轻松之余 又感觉到莫名孤独 反观段家宝和老妈通完视频电话 发现丁一轩准备好饭菜 闷闷不乐 询问才知前因后果 段家宝为丁一轩打抱不平 建议他应该远离住周辰 毕竟还不太了解对方 梁爽也来到合足物语两人吃饭 段家宝询问起招优秀 才知道梁爽和他已经分手 尽管还是爱着彼此 可是长痛不如短痛 丁一轩为此打到惋惜 聊了很多 关于以前 现在 又仔细想了一下未来 还是决定分手吧 为什么呀 我觉得你们挺相爱的 是爱 但是不能在一起了 那是什么样的爱啊 乌龟和兔子的爱吧 晚饭过后 段家宝给梁爽播放音上拍摄的短视频 始终是赞不绝口 也因他无意间的话点醒梁爽 决定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 段家宝不赞同梁爽重回兰州 可是蒋兰州心思深沉 绝对不是好惹的主 但是梁爽根本不介意 表示自己有办法解决 与此同时 齐宋为了省钱住进KTV 江小果无奈之余 还是寂情满满的唱了半宿 之后趴在沙发上呼呼大睡 经过两个人不懈的努力 江小果和齐宋终于谈成里纪果园的合作 并且拿到属于他们的第一瓶果酒 算是纪念两人完成第一个项目 过程艰难不易 可至少结下了深厚的情面 梁爽通过然然联系到徐盈 也由此发现对方是注重细节 并且凡事亲力亲为的老板 之前然然觉得是运气不好 才会困在复波的位置 可自从来到奥罗看见自己的上限 终于愿意踏实下来 稳打稳干 来到徐盈的办公室后 梁爽依旧凭借着独特眼光和观点 吸引了徐盈的欣赏 二人相谈甚欢 针对于蒋兰州和徐盈之间的事情 梁爽也略有耳闻 但是具体情况不甚了解 徐盈表示自己和蒋兰州是水火不容 可关于录音的事情 绝对不会向蒋兰州选择解约 而是坚定不移地陪着梁爽度过难关 莉莉雅只顾着外在形象 根本不懂如何推进产品销量 甚至在团队方面以及品牌合作也毫无想法 使得蒋兰州再次想起梁爽 蒋帅觉得莉莉雅还不错 就是没有梁爽的激情和冲劲 蒋兰州亦有相同观点 可当看见梁爽留下的物品 才得知梁爽已投靠徐盈 不由勃然大怒 通知蒋帅约梁爽到南州 江小果回到住处发现梁爽正收拾网筷 至于段家宝则是发泄般刷洗马桶 原来是殷少入职段家宝所在的公司 面试时自称是破产富二代 以至于让段家宝以为他在套用自己的身份博取同情 为了让段家宝开心些 江小果给大家准备了博酒 可是聊着聊着又触及到各自的烦心事 丁一轩因为朱周辰的事情 如今是抬头不见低头见 江小果认为既然没有暗恋对方 完全可以坦坦荡荡的面对 除非是真的动了心 也正是男人带来的烦恼 段家宝和丁一轩不再参与话题 忙着手里的家务活 唯独江小果躺在沙发上很是感慨 次日江小果汇报完密林方案后 并没有半点轻松 反而是紧张方案做的不够完善 直到克里斯过来告知方案通过 江小果和齐宋总算是落下心头大师 互相默契机长 王姐直言他们来兰河不到两年 就能独立完成大项目 表面是恭喜 实则带着羡慕和酸楚 江小果并没有放在心上 而是和齐宋来到便利店 各自拿着手机选购添置房子和房车的用品 同时幻想能够买别墅和大游艇 尽管项目奖金还未定下来 可至少对于江小果和齐宋都是充满了希望 由于阿勒家里有事需要请假 所以希望丁一轩代替他协助朱周辰的工作 可惜遭到拒绝 朱周辰主动出击邀请 丁一轩思前想后 最终答应了下来 继而为宠物安排检查 义无献血的宠物主人建议合影 丁一轩下意识将手搭在朱周辰的肩膀 尽管他本人没有太多想法 可是朱周辰内心已发生微妙变化 殷赏出道公司上班第一天 段家宝态度极为冷淡 为报复他故意在拍摄过程中各种刁难 等到拍摄彻底结束 殷赏也累得气喘吁吁 此时殷赏脱下厚重的玩偶装 段家宝看见他脚背的烫伤疤痕 想起之前他面试说过的话 心里产生大大的疑问 段家宝联系欢欢询问殷赏的身世 奈何欢欢了解的并不多 也顶多知道他小时候家庭和睦 后来基本见不到父母过来探班 当晚殷赏在便利店遇到段家宝 看着他因面昂贵而迟疑的样子 表示八点过后会是半家 这一点连段家宝都不清楚 显然殷赏要比想象中过的还要轻贴 梁赏考虑在三后决定要重回兰州 我要回来 在兰州继续做主播 你说回来就回来啊 你凭什么认为你还可以回来啊 我需要的是站在顶峰上的人 我说回七楼了吗 我可以从二楼做起 如今二楼竞争激烈 多达40位主播拼命往上爬 蒋兰州完全不看好梁赏这么多 可梁赏已经知道自己如今的情况 所以只要能回兰州 愿意从底层做起 事实上 梁赏前些日子去找徐盈 无非是想借助她获取回到兰州的机会 就算是真的要离开兰州 也绝不是现在这样垂头丧气 而是重回巅峰潇洒离开 正如梁赏所预测 蒋兰州不肯让她入职奥罗 最终答应梁赏留在二楼 日记上最奇妙的是关系 关系永远在流动 上一秒 你和她还是意见不合的同事 下一秒 可能就成为了伙伴 上一秒 你和她约定了远离彼此 下一秒 却不由自主地选择靠近 上一秒 你和她还是互相咒骂的死对头 下一秒 你们又坐在桌子两端 决定重新合作 为了能让梁爽改变她在大家心里的刻板印象 将小果出谋划策 建议梁爽尝试对外塑造出反差萌的形象 如此也能吸引许多人的关注 对气产生好感 然而梁爽精心准备一番 气势十足地回到兰州 习惯去七楼 后知后觉自己应该是在二楼 本来梁爽以为重回兰州会受到众人关注 其实大家都非常忙碌 根本没有人在意她的到来 反倒是二楼倒数第一的主播大龟热情 跟梁爽谈谈 向她介绍具体情况 由于整个二楼都是一级主播 并没有什么话语权 而且都是统一使用公司账号 所以每月都会实行末位淘汰制 只有首位才能上三楼 因为大龟的出现 也让梁爽终于感到一丝温暖 此时忽然听到有人喊自己 回头发现竟是之前被梁爽派到二楼的高旗 原本是梁爽的专人商务 如今高旗成为二楼众多主播的商务 话语权相当高 大龟认为梁爽和高旗是老熟人 以后资源肯定也会不错 为了感谢大龟的热情帮助 梁爽提出要指导她如何 以亲情为卖点主推花椒碗 并且在直播前讲解带货技巧 还有关于产品的描述方式 怎知一通操作之后 效果其实并不理想 梁爽看到排名第一的东北兄弟在夸张卖货 意识到自己的理论根本行不通 但是大龟觉得刚才直播开单 已经是晋级率最好的成绩 安慰梁爽不必在意 克里斯得知江小果和齐宋 谈成密林项目 便定下高级餐厅邀请他们吃饭 江小果在期间殷勤给领导加财 本来气氛还算不错 可到后来克里斯居然抢占功劳 听得齐宋心里很不舒服 当天江小果跟齐宋回到休息室 齐宋依然喋喋不休地吐槽克里斯的行为 正巧克里斯过来询问关于合同的事情 江小果如是回答细节情况 怎知话音刚落 齐宋建议让克里斯去谈合同 反正也是密林项目的参与者 还未等江小果阻止 克里斯爽快答应 段家宝去收报告 看见殷商与同事拍视频 因为之前误会对方而感到愧疚 急忙给他拿来电风扇取热 刚好负责演反拍的女爵梅来 段家宝顶替上去 通过这次拍摄意识到之前批评的夸张演技 往往是短视频最需要的东西 如今段家宝未省钱 每天都是节衣缩食 欣赏建议段家宝应该欺骗消费的方式 每个月给自己保留十分之一的欺骗经费 好好去享受大鱼大肉 如此就能拥有健康又愉悦的生活方式 克里斯顺利谈成合作 但是条件是已提升30%的额度 等于抹去江小果和齐宋的所有努力 为保证通过分控 克里斯要求二人重新细化补充说明 齐宋完全不同意 甚至和克里斯争执起来 江小果见状将他拉出办公室 也正因如此 二人的观点再次产生分歧 江小果认为与齐计较对错 更希望彼此都保住仅剩的一点幻想 何况工作本来就是用时间精力情绪 去完成目标 如果既想要赚钱还要任性 相当于白日做梦 齐宋听到这些后心里十分生气 于是直接转身离开了 江小果看见后很是失望 要搞团建活动 通知丁一轩商定内容 与此同时 段家宝收到入职以来的第一份工资 还玩信用卡等费用 接下来合理安排余额 当晚大家聚在一起聊天 梁爽察觉到丁一轩有了喜欢的人 丁一轩支支吾吾承认 对朱周晨抱有好感 且在梁爽的建议下 选定了剧本杀作为团建活动 朱医生 我就知道你喜欢她 你知道吗 天天在我面前夸她 你就是一个完全陷入暗恋的女人 那么此刻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什么 你要搞清楚对方是怎么想的呀 哦 我也想搞清楚她怎么想的 剧本杀 角色扮演那种 让你俩就 演恋人 那不就名正言顺的 反正说爱了吧 搞 实在是搞 加油 等你好消息 江小果加班到半夜 等知遭遇电脑死机 重启后文档未能及时保存 令她崩溃趴在桌子上 连忙发朋友圈求助 齐宋看到消息立马赶去公司 愿意主动帮忙赶方案 并且提醒江小果先休息回 等到江小果睡醒后 发现齐宋还在忙着方案 为此很是欣慰 因为能让射出最兴奋的三件事 要么是有人陪着自己加班 要么是有人守在家里 亦或者是有人替自己骄傲 从而觉得拼搏永远有价值 由于严选产品花椒丸品质太差 所以梁爽拒绝售卖 高齐幼稚以利 答应给梁爽私下分成 同时也变相暴露自己吃回扣的事情 梁爽第一时间去找蒋兰州 如实说明情况 认为这种损害消费者权益和主播生育的产品 应该立马停止 其实蒋兰州也在暗中调查兰州 严选背后一次充好 中饱私囊的问题 可他又不愿打草惊蛇 先回绝梁爽 待梁爽离开之后 蒋帅觉得梁爽这次告状肯定会招惹高齐 恐怕再回二楼会很不好过 蒋兰州明白高齐为人如何 但他现在还不能插手干预 之前丁一轩将收件地址设置为医院 朱舟成意外拿到丁一轩的快递 发现是粉丝寄来的漫画 里面还有催根卡片 朱舟成依照卡片内容搜索小说 才得知自己居然是小说里的女主角 回想这些天丁一轩对自己过于热情 终于找到了答案 非但没有感到惊喜 反而眉头紧锁 丁一轩已安排好团建活动 并且拜托剧本沙店员给自己和朱舟成分配角色 类似于豪门千金和复仇公子的爱恨情仇 店员心领神会 透露还会有隐藏剧情值得触发 丁一轩听得满面笑容 开始脑补朱舟成深情表白的场景 可事实上 朱舟成始终是脸色阴沉 即便是参与到剧本沙之中 也都是心不在焉 直到她跟着丁一轩来到指定密室地点 还不等隐藏剧情出发 突然向丁一轩摊牌 斥责她故意接近自己就是为了套取素材续血网文 说完便转身离开 本来丁一轩想要解释 奈何对方根本没有留下来 也正因如此 丁一轩无言再见诸周辰 之后的几天里 请假躲在家里不肯出门 段家宝和江小果察觉到一样 刚要过来安慰她 梁爽也闷闷不乐地出现 行了 你们这一个个的 跟我出去吃烤肉 别别别 没钱了 我给你们做门饭吧 你不刚发了工资吗 打工人的工资 只有第一天是付你的 我交往丧足 还回信用卡 还给我妈打个钱 现在我剩下的 还只有 这条命 你们一个个真行 接着我请 那走吧 吃饭去吧 吃吗 最终将小果请客 带大家去吃烤肉 实际是火锅 各自讲述了苦恼后 段家宝宣布 弟弟要从国外回来的消息 因为弟弟段正宇尚且 不知家里破产的消息 作为姐姐的段家宝 难免要考虑钱包 是否承受住这次的消费 当晚丁一轩回到房间 总算是点开久违的短信 不仅有网站编辑的催稿语音 还有同事提醒他要和阿勒去社区议诊 冷静下来的朱周辰 逐渐意识到自己之前太冲动 当他听闻丁一轩在社区 便主动提议代替阿勒前往 并且在照顾小猫之余 都为自己的过错而道歉 最终二人兵事前嫌 朱周辰表示小说里的女主 会觉得轩轩太过过躲躁 不一定会成为朋友 可是她和丁一轩已经成为真正的朋友 江小果意外得知计划有变 密林的项目已经交给洪拓资本 原本大家都以为密林合作已是板上钉钉 怎知洪拓居然抢先一步 不仅在构思上有所创新 就连融资额度也比蓝合多 最终为了公司考虑才决定与洪拓合作 江小果和齐宋去向克里斯汇报这个情况 然而克里斯并未发火责难 只是提出齐宋之前的工作态度有失专业 继而又表明会帮他们兜底 二人为此震惊不已 都以为是自己掉以轻心才会错失项目 段振宇从国外回来 结束完隔离后 便在大姐段家宝的安排下 入住了当地五星级酒店 与她回国的还有女友 段家宝为隐瞒家里破产的事情 故作镇定的出手破绰 实则心疼不已 然而安排完休息的酒店 段振宇又提出让段家宝请客吃西餐 还选了高品质的牛排 吃过午饭后 段振宇再次提出要逛商场买衣服 段家宝也不好拒绝 跟着二人来到奢侈品店 段振宇和洛淮在旁边选衣服 段家宝坐在休息室里 并且偷偷品尝免费的甜点 怎知又被店员带去试穿衣服 可是考虑到如今的经济情况 段家宝还是硬着头皮婉拒 实在没有多于闲钱买下昂贵的衣服 自从梁爽向蒋兰州告状之后 高琪为此怀奔在心 要求他和新人进行选品测评 专门安排他不喜欢的螺丝粉 尽管梁爽知道高琪是故意针对 却又无能为力 只得听从安排品尝每一款螺丝粉 正巧蒋兰州和蒋帅来到二楼 表面看似检验工作 实则是来找高琪的漏洞 可是兜兜转转一大圈 根本没有任何收获 梁爽去洗手间遇到蒋兰州 彼此互相呛了几句 都是非常倔强 谁也不肯低头退 等到梁爽测评完所有螺丝粉 才意外得知高琪已经确定好商家 于是气冲冲地跑去质问 毕竟当初他带团队没有为难过任何人 高琪文也没有生气 反而提出让梁爽进直播间 但是所谓的直播间 就是让梁爽不露脸 帮助东北兄弟测评脱毛蜜辣 蒋兰州在办公室里观察 各个主播的直播间 一眼认出梁爽手上的戒指 看着梁爽胳膊因为撕扯蜜辣而露出的红印 心里很不是滋味 可梁爽面对的不过是第一轮测评 接下来还有几个回合 尽管如此 他依旧没有放弃 不然想到王姐之前做过白酒市场的资料 倘若能够共享币牙会节省不少时间 王姐不仁两个年轻人至今还被蒙在鼓里 索性告知关于克里斯拿到花琴集的真相 关于失去密林项目的这件事情上 起初齐宋以为是自己的问题 导致江小果和公司失望 可后来才得知老板没有告知他们 私下里用密林项目换到花琴集 齐宋带着江小果跑去质问 怎知老板居然要求他们雇权大局 不应该太适量 还认为密林根本比不上花琴集 我们的项目你说放弃就放弃了 你现在让我干嘛 让我顾全大局考虑公司 我凭什么呀 你真当以为我脑子有病是吧 克里斯你知不知道这段时间我一直以为 是因为我自己的问题 是我不够努力导致江小果跟公司失望 项目黄了的 你凭什么这么做 别给我一直支持别别的 我不也是为你好吗 你需要成长 我用得着你为我成长 你真当自己是个人物 齐宋记的摔门离去 克里斯急忙叫住江小果 想要用人脉和机会拉拢 并且建议他可以劝说齐宋 尽管江小果也很生气 可他明白想要在职场出人头地 除了要有汗水和努力是远远不够 所以当天晚上 江小果单独去找齐宋 和他聊起自己曾经的梦想 也只有忍耐才会变得强大 慢慢达成最希望的目标 奈何齐宋完全不赞同 甚至已经发现他理想的职场绝不是蓝和 从白天忙到夜里 东北兄弟直播间的销量非常可观 然而这一切的成绩都不属于梁爽 下班乘坐电梯时 梁爽看到从前的团队正在莉莉雅身边阿鱼奉承 大家看到电梯门口处的梁爽 吓得静若寒蝉 梁爽倒是习以为常 主动向莉莉雅打招呼 离开公司后 梁爽疲惫地靠在出租车后坐 忽然想到偌大的房子只剩下冰冷 改道去了合租 由于段家宝和姜小果还没有回来 所以丁一轩独自在厨房里忙活着 当他看见梁爽胳膊上的红印 非常细心地为气涂抹炉灰胶 梁爽帮助丁一轩处理食材的过程中 感到非常解压 同时又向丁一轩诉苦 但是丁一轩建议梁爽应该尝试不同感受 或许每个销量背后都有耐人寻味的故事 如此也就能弥补他心里的遗憾 也正因丁一轩的这番话 梁爽逐渐有些释怀 今天所受的委屈彻底消散 反观丁一轩不同于往日的低迷 主动承认自己与朱周晨和郝如初 决定要从朋友做起 与此同时 蒋兰周四级梁爽的遭遇 通知人士不提前处理那些给严选造成影响的员工 江小果和段家宝先后回到出租房 大家都各自汇报着今天的事情 白日里抵住诱惑的段家宝向朋友们炫耀 从而集齐冰相贴 代表着他会得到奖励的礼物 段家宝显摆弟弟送给自己的面霜 并且透露段振宇已经结交新女友 梁爽和丁一轩互相交换颜色 心照不宣的也与弟弟女友不如江小果好看 其实江小果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毕竟他从始至终都不喜欢段振宇 反而为其送繁榜过来 段家宝在吃饭前拍下照片发到朋友圈 为的是让父母知道自己过得不错 丁一轩回想着朱周成的话 偷偷给他微信名称改了备注 到了隔天上班时 丁一轩重改备注不慎触拍拍 于是集中生智给群里所有人都点了拍一拍 没想到朱周成看见后居然回拍 紧接跟他聊得热火朝天 丁一轩主动邀请朱周成吃饭 约定中午去吃火锅 等知话音刚落 院长立马凑了过来 毫不自知的成为了电灯泡 本来院长是为了同事之间的氛围更融洽 精心准备团建活动 可是丁一轩得知朱周成要去北京独博的事情 忽然有些不知所措 丁一轩从朱周成口中得到证实后 难以掩饰失落 朱周成看着丁一轩离开的背影 也不知该如何安慰 公司面霜的样品突然丢失 同事们都要平摊这次损失 正巧在段家宝昨晚发的朋友圈里看见面霜 便指控是他坚守自导 还认为是贼喊捉贼 正当段家宝还要继续自便 李浩宇出面终止大家的争吵 表示已向甲方解释清楚 江小果总觉得齐宋是有事情在瞒着他 多番问询后才知齐宋已经向公司提交了辞呈 齐宋准备在临走之前做完报告 但是遭到江小果的拒绝 二人冷静过后 心平气和地聊到未来的规划上 江小果心里各种不舍 齐宋亦有同样感受 最后还是互助彼此前程似锦 下班回去的路上 忽然大雨倾盆 同事们成双结伴地离开 唯有段家宝独自乘坐地铁 李浩宇在工作群里澄清误会 原来是陈岛自身疏忽拿错样品 同事们都在群里道歉 段家宝倍感委屈 却也只能回复没关系 江小果依旧在公司加班 幸好还有朋友的关心 让他有了一丝温暖 至于梁爽则决定要搬去和大家同住 给丁一轩发了消息 有时也会因为他人的接触 短暂远离孤独 蒋兰州通知人士不略高齐办法 然而高齐不接受主动秘识 表示自己是没有信任的 蒋兰州早已查清真相 包括之前有关于梁爽的故意 所以他警告高齐准备亲自 否则会面临高额培长 证明如此 高齐忍耐签下离职书 未曾留意到蒋兰州看向四维部组的消息 梁爽收到严选产品进行直播 之后在电梯间遇到蒋兰州和蒋兰 但是并没有两期 反而扬言会策划一场创意之流 必然让他挂入上台 自从丁一轩得知朱舟成要去北京读书 接下来的日子里开始刻意捧直觉 江小果连夜赶出项目报告 又从克里斯口中听闻他和胡总是师兄的关系 二人至今还保持着联系 承诺会带江小果去参加胡云公司的前景 正当江小果暗自高兴时 忽然发现胡云在里长长而过 便妻子在休息室间来 原来地领得到融资后就不再合理尝试 并且还以为收购广场胡云和生产信 场里的员工会参加 到晚梁爽将大家举在一起 正式宣布自己要搬进和督 段家宝和江小果报仇 同时还以为丁一轩不同意 但他说不通话 然而丁一轩早已知想 故作镇定 梁爽考虑到段家宝和江小果的生产 做行为 和丁一轩住在一场街 第一天夜中 二人站在一起 于是聊起一次 一个合作的真实相反 梁爽认为丁一轩身上 有种让人满满的氛围 同样丁一轩也非常欣赏当初 喜欢他敢说敢说不通话 这也是自己的 唯一的一种触发的先生 段家宝不会想到自己 之所以恢复情况 全靠着丁上宝去进行 承认线 段家宝中也有上经历 感谢他的帮助 江小果要跟着 克里斯去参加乔千会 于是让梁爽给自己化妆 梁爽提及要在二哥 进行第一场直播 可是又苦无 没有合适的品牌方式 江小果鼓励梁爽振作起来 想到今天就是中秋节 便提议大家对在一起 但是丁一轩要回家陪伴 梁爽在公司楼下 听见大龟和家人的地方 才知道他也是山东王乡 不相用方言打不着 瞬间拉紧不上距离 大龟未能做出好成绩 真可谓是久不见 梁爽见到他前面 都是常常的事 或许能够有份提升 由于之前的路由通过引起来 大部分品牌方不愿意 梁爽和梁爽振作 也就只有洛德大海年纪 然而梁爽和洛德他还没有了解 莉莉亚突然出现 梁爽觉得 莉莉亚已过得那条的热门长天 完全没有话题参与进去 先去离开 结果在梁爽振作起来 和他抗护枪击决出来 想完周得知 李莉亚提前来见洛德 立马明白他手术一而为 表面是一旦风气 神的心理也很难 尽管大龟的排名依旧在梦里 但是直播间人数已经有钱责任 梁爽觉得应该改变思路 继而邀请他明天来帮自己 与此同时 克里斯盖着江小虎叹家瞧见面 吴总对他完全没有影响 反而是冷落在旁边 江小虎能叹出克里斯 乎立花子其次拉结关系 实则根本不熟悉 二人在海边吃饭 分享着这次的生活 丁上也像断家宝传说 不会能够度过这个艰难的事情 丁一轩回家陪着父母过中秋 忽然想到朱周辰又得知他现在身边无人照顾 便带着他去附近面馆吃饭 二人相谈甚欢 吃过晚饭之后 朱周辰邀请丁一轩散步回家 途径广场时 听着他描述周边景色 正当丁一轩讲的起劲时 忽然停了下来 看着对面玻璃映出他们的影 故意解释成一对情侣 并且女孩很喜欢男孩 其实朱周辰的眼睛已然恢复 在面对这种疑似表白的话语 内心为此很是矛盾 段家宝和殷赏往家走的途中 了解到他也曾是有钱人家的孩子 直到家里破产 殷父受不了打击 每天浑浑噩噩 最终父母争吵导致感情破裂而离婚 后来殷赏来北京上学 逐渐明白成年人的不容易 同时也很珍惜他在聚宝门的日子 欣赏看着段家宝跟小伙伴们有说有笑 自然而然地露出笑影 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痴迷 当天晚上 朱周辰询问魏靖南的意见 思来想去还是决定留在深圳 魏靖南感到非常奇怪 猜测他瞒着自己谈了恋爱 反观丁一轩带着月饼回到出租房 在楼下遇到姜小谷和梁爽 三人从段家宝的衣柜里发现购衣小票 回想段家宝近来的反常行为 便想着过完中秋节提这件事情 丁一轩在阳台上和姐妹们 提及朱周辰去北京读书的事情 觉得自己也可以有时间去看对方 何况又是同一个领域 话题只会增多不会减少 大家都看出丁一轩的犹豫了 于是鼓励他应该勇敢追求感情 丁一轩立马跑去见朱周辰 刚要准备表白 没想到朱周辰率先示爱 俯身吻过来 讲好了 什么什么什么 就谈恋爱了 他昨天对你亲嘴了 真的假的 我就说把你出去的时候 心花怒放的 快快 怎么怎么就亲上了 我 我最后 不是反正就是跑去找他了吗 然后我还没说什么 我也没说什么 他就突然 大家约定到时候庆祝丁一轩脱单 可眼下还要忙着各自的工作 朱周辰专门给丁一轩带了早餐 相处的氛围是甜蜜又温馨 尽管还有其他人凑过来 依然遮挡不住彼此之间的寒情默默 反观梁爽作为经验丰富的美妆主播 可在面对这次的首次复播时 整个人紧张不已 蒋帅汇报完工作 又顺带提了一句爽解今天直播 尽管蒋兰周嘴上说着没时间 实则已经点开直播开始关注 然而梁爽在经历上次录音风波后 公众印象依旧是差评如潮 这让本就忐忑不安的梁爽 越发没了自信和底气 甚至出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口播失误 销售记录达到了最低点 显而易见 这场直播是非常失败 的确颠覆他以往的任何成绩 蒋兰周全程观看 能够明显感受到这次事件 带给梁爽的影响